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毓敏 电子书 文言 虚字 股为 金融 已经上架公开发售 超过10万字的文本 还有12个小时教学影片 全套定价港币400元 收入将会撥充即将开播的 MyRadio 台湾频道经费 各位朋友 现在可以登上MyRadio网页 透过Payme或者PayPal购买 提高中文读写能力 支持MyRadio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多谢大家 好 回到第三节 直播室里面有1400人都可以的 那些熟口熟面全部都可以回答 OK 大家踊跃留言 现在我看到 就开始有些人在说些无谓的事情 不过没有所谓 只要你不要对其他在现场的人 进行人身攻击 不然我们的控制室那里 有些人顺手就拒勾了你 如果太离谱的话 就算你批评也无所谓的 互骂也无所谓的 但是有些社群守则 OK 但是今天的情况似乎比较好些 认认亲亲在那里说话的人 就比较多些 是吧 其他那些惯常在那里 就是乱说的那些 我都不是很介意的 不过不要人身攻击 在现场其他人 就可以了 底线就是这样 好了 接着回来 最后一节 我们用小小时间 讲讲台湾的选举 现在倒数 今天是周五 下周六就投票了 现在就是民意调查封关的时候 距离现在还有八天 我有留意到 在这段时间里面 整个民进党的选举策略就是 四年前叫做 卖芒果干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猛果干 大家吃过 猛果干 就是亡国干 意思是说 大陆对台湾的挑衅很厉害 台湾很危险 所以我们不可以支持 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国党 中国国民党 那都没所谓 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上次也有跟大家提到 保持权力或者奪取权力 在全世界的政治通质 所有的政治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权力 权力的争夺 以权力的保持 在民主国家 这个权力的争夺 和权力的保持 是通过人民去决定 通过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 去决定 所有这些政党 或者政治人物 去争夺权力 或者保持权力 就是用一个制度 是吧 不需要人头落地 不需要打打杀杀 但是可以吵架 好了 有些人说 我们要办一些干净的选举 就少一些负面的文宣 少一些 抹黑对手的文宣 选举文宣 就是你宣传自己就可以了 就不要去抹黑别人 但是说这些是浪购气 现实就是 无论你民主国家也好 或者那些所谓威权国家也好 你有选举的时候 一有权力的斗争 一有权力的争夺的时候 就一定是互潑污水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 无论你是夺取权力 或者你要保持权力 你都要用尽一切的办法 哪怕是最卑鄙最骯髒的 你都要用 所以我上次引述了一个美国人的金句 事实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最近也是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罗资政 被揭发 一周刊一传媒 现在一传媒就卖了 现在抓肥的那个叫徐美鳳 这个政治人物很出名的 当年 他做爱的光碟 有一份杂志是徐杂志附送的 很轟动的 那份杂志的指传人都死了 叫沈野沈江秀 我跟他很熟 潮州人 还了一份独家报道 很厉害的 这个罗资政很多接近AV的影片 罗资政 现在就是这位了 这位都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他在板橋这个选区 继续连任的机会很高 当然 这些片一出 一定不用问阿贵 当然是你的对手 就是有国民党搞他的 那为什么他有一手看出呢 这个徐美鳳 因为他说这些 他立刻 这个罗资政说 这些是假的 心偽的照片 但是其实呢 看回照片 或者这些影片 那个男主角 就是这位老哥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现在你说他心偽的意思就是 他用AI 用AI 用AI 现在你知道了 很容易的 做图 做上去的 换个头也好 什么也好 那不要紧 你就叫治安单位去查 有科技的 然后徐美鳳就说 喂 我们经过对照 是真的 我估计 在这个一周刊手上 还有很多 他逐点 陰点 陰你出来 但是你赖清德 就立刻支持他 这些是流行的 对手抹黑 接着还说一句 中共介入选举的罪证 这个是 你怎么这么笨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中共介入选举呢 就是徐美鳳是中国收买他的 中国收买他的 然后来做这些事情 老实说 我又不可以说 未必是真的 但是 真假难辨的时候 只有八天的选举 真假的 是吧 现在喜欢玩这些事情 你明白吗 两方面都是 是吧 好了 在民进党 有理无理 对于民进党的候选人 有负面的那些新闻 都是中共介入选举 这么简单 他就当你的选民那个是白痴 你看 中共介入选举 那我经常说 那就好了 你圈掩中共介入选举 是吧 现在有那些司法单位 就开始 就是 开始行动 就去 抓一些人 是吧 说他是渗透的 说他是接受中共指使 怀疑他接受中共指使 介入选举的 那 就搞很多宗 这些案子 开动国家机器 所以你说做执政党 多好处呢 对不对 做执政党就是 他有个国家机器 那国家机器可以正面的 那帮你的候选人助选 好了 当你的候选人遭受到对手的 所谓抹黑也好 什么都好 你又可以用国家机器去抓人 你说多好处啊 你说 就是罗智政这件事 其实他已经有个前科 就是有一年 就是 一几年前 他和他一个助理 去那些 就是 时钟酒店打扮 被人揭发了 那他后来出来认了 是吧 那今次 那些就是 那时候 他和女助理 那些打扮的影片 喂 七年前 现在那些人拿着 跟着扔出来 这就搞了 你这个选举 还要问一下 是贵吗 是吧 那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是吧 是吧 这些画面 拿出来 现在只剪了头 因为是儿童不宜 下面那些就不能看 那些人还在自拍 那些人真是 是吧 那些人自拍 真的很危险 是吧 是吧 程度弄善 那些人 那些人 就让那些警察去查 真假 是吧 但是民进党很厉害的 我不理你真假 我先说了假 第二 第一 先说了假 第二 就是利用他 反宣传 那这个就是中共介入选举了 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那这些呢 他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巩固了基本盘 就赶走了中间选民 你会巩固了基本盘 是吧 或者 有一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民进党失望 原本想着不投票的 那好了 他相信这个是中共介选 那他就回来投票了 他都是跟选举有关 是吧 所以我上一次说 我说呢 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台湾民主选举 你个个党都不会选举的了 你家前没有了共产党 你不会选举的了 是吧 起码你有个共产党 给你做 喂 靠山也好 你有个共产党 给你做 就是 打击对手的工具也好 那你共产党作为 台湾政党打击对手的工具 不一定是 国民党的 民进党 就是用得更加彻底 你四年前的反送中运动 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是吧 你说那个反送中运动 对蔡英文的贡献有多大 是吧 至于那些学者 名嘴 是吧 支持绿营的那些香港黄尸 是吧 包括在这里的 那些沈玉费 那些 陈建文教授 这一班人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我觉得很正常 他们是同一个思维 是吧 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 你这班人支持民进党 我觉得是你个人的取向 我没什么意见的 不过香港人就应该要提醒 所有的滞留在这里的香港人 是吧 好像桑普那些 你什么都可以做 帮基进党宣传转举 你想想帮台独 政党 是吧 那他就展露了他的立场出来 很清楚的 是吧 但是这些人太无耻 你想想要骗钱 是吧 出卖我们香港在这里的手足 是吧 你想想你自己投赏 是带光环 有中央港广电台做节目 有民进党控制的电台 深战电台做节目 是吧 做主持 帮基进党 就是助选 是吧 你一个香港人 之前不是陆委会出了公告 说你们香港人 不要帮政党做宣传 帮民进党做宣传 可以 帮基进党做宣传 可以 你试一下 帮国民党做宣传 不能让你居留在这里 是吧 是吧 现在我说的 这是台湾今天的政治实情 是吧 是吧 我在这里 这几年 有没有人会搞我呢 当然有 是吧 但是这里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 你可以用一些阴招 是吧 但是 你明理是不行的 ok 是吧 因为我都会反抗的 是吧 所以我现在 先要搞个台湾台 是吧 我搞个国语台 我讲国语 虽然我的国语和地道的人 有些差距 但是不要紧 起码我比我讲台语的人 要国语流利过他们 这个也不重要 所以当然是内容 我就是要做一个 就是 独立评论 ok 讲完 讲回这个选举 还有几天 我以前所作的预测 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 就是按照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 是吧 然后做一些主观的判断 就是赖清德 就是赢总统 就是在这三个人里面 他都是胜算最高的 对吧 就是理由就不需要讲 要讲一匹报那么长 但是在议会里面 国会里面 民进党就很难过半 过半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要取得57席 全部的议席是113席 不是很厉害呢 113席的一半 112席就是56席 那你要过半 是不是 就是你要取得57席 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有62席 是过半 但是过了2024年的1月13日之后 现在我们估计他大约是50席上下 就是他过不了半数 对吧 如果选得差点 是低过50席 国民党就一定超过50席 但是未必可以取得57席 国民党加上民众党 就一定过半 那就是说 在总统那里 没办法蓝白合 但是在国会里面 就必须要蓝白合 那有些人跟我说 我这个柯文哲靠不住 假如国民党 加柯文哲 就可以过半 那就对这个赖清德的政府 假设他当选 就会构成有力的制衡 这个政府会变成 低脚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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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执政的人当然是坏事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 未必是坏事 是不是 有些人说 不是啊 民众会觉得他施政有困难 是不是 那就影响到国际民生 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个重大的作用 就是制衡 是吧 至少要令他坏事做少一点 是吧 起码政府要 accountable 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是吧 这个对台湾的民主 不是坏事 是吧 因为我昨天和一个香港来的资深传媒人 以及在这里的一个资深的传媒人 吃晚饭的时候 讲开台湾这个选举 以及台湾民主发展的忧虑 我就提到一个 以前我经常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民主政治里面 当然我个人呢 是复英 就是我 我是比较 就是 你说我是进步也好 激进也好 也好 也好 就是我们读那么多 民主政治理论先驱的书 是吧 我经常喜欢引用的就是 就是他的奴疏 是吧 他的文若论 是吧 是吧 当然孟德思构的 所谓的权力分离理论 是吧 那也是民主政治的 一个很重要的 所谓理论的基础 是吧 那奴疏说 主权不能出洋民意 就不能代表 他认为他是反对议会政治 又反对以政党为基础的议会政治 是吧 他认为这种民主政治 选举一结束 专制即开始 他是主张直接民主 他是反对待以政治 待以政治是间接民主 就是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你将它加以延伸的话 就是 其实民主政治应该慢慢的成长 修正变成一种 就是 喂 就是 议会 或者政府 the last government the best 一定要是这样 一定要是这样 议会呢 他只是负责審议政府和法律 是吧 他不可以成为政治的推动者 是吧 人民有创制覆决法律的权力 OK 有选举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 包括议员 议会会变成一个公共政策的所在 而不是决定公共政策的地方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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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想 最加以发扬光大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在这个原则下 选举 最好就会有一种叫做 none of above 的这种所谓做法 是吧 以前在台湾也有一些 比较进步的人 希望在立法院里面 会有人提出 这个 在选票里面 是吧 就是 由候选人名单之后 加多个编号 就叫做 以上皆非 我们有时在香港叫人投白票 或者说花张票 就变成了废票 就是表达意见 我不投 是吧 譬如 明年的选举 我可以选总统 我可以选立委 那我不投 我投白票的意思是 我不改章 而已 台湾的选举要有三部 身份证 是不是 印章 是不是 那个投票通知书 你带齐才可以投票 是吧 我觉得印章是很奇怪的事 他说 他在台湾是这样的 那签名不行就行了 也要印章 拿了选票 簽个名不行 印章 到你 选举的时候 他又给了印章 你吸引 你踢 你明白吗 在选票里面 除了 譬如说 假设现在这里 三个人 大清德侯友谊 柯文哲 1号是谁 看 你看 有纖号吗 这个图有没有纖号 上面有没有纖号 没有纖号 我就不知道 好像侯友谊是三号 1号就是赖清德 2号是侯友谊 但是柯文哲 我当你1号赖清德 2号是柯文哲 3号是柯文哲 加多个4号 4号就是以上皆非 当选民投票的时候 他批以上皆非 他可以赖清德 他可以赖清德 不赖牛友谊 不赖 三个都不能赖 不要经常说 我在三个烂苹果里面 选一个没那么烂的 这个很消极 积极一点就是 加个第四 以上皆非 这三个我都不要 那个选择叫做以上皆非 英文叫None of above 我停下来 如果选举结果 以上皆非的票数 多过最高票的赖清德 这个选举要重选 这个就不是废票白票 这么简单 白票你少了一张选票 白票也是表达选民的意见 我不能投 但你的不投是没有作用的 你只是表达了你的意见 你表达的意见是没有人知道的 只是计算多少张白票 多少张废票 现在选民对这个选举 不是很热衷 或者反对声音都很多 最多就是这样 但要到那个程度 几十万张废票 那当然是 一百万张废票 那你就看到民意在做出反应 但如果你有个以上皆非 包括那些立委选举也是这样的 有三个候选人 四号就是以上皆非 那这个以上皆非 如果你通过立法 成为投票的一个制度之后 那他就有法律效力了 现在是 一是柯文哲 二是赖清德 三是侯友宜 怪不得柯文哲这么high 他一号 一号排第一 以上皆非 如果票数多 比这三个人 最高票的那个 理论上 就是三个人最高票的 是当选总统 因为这个是相对多数 不是绝对多数 即是说 他们的选票不需要过半数 不够过半数 你也是赢 OK Winners take all 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少数总统 也不是假设 賴清德一定是少数总统 他拿不到五成选票 OK 他不会像蔡英文那样 拿五十多个百分比算选票 这是过半数 蔡英文是过半数 陈水扁当年是少数总统 他是过不到半数 OK 不但他过不到半数 立法院也过不到半数 因为台湾这种选举政治下 是不可能出现的 你要修改一个选举白免法 是吧 但是这个呢 就可以反映到 就是有一些选民的意见 是吧 那如果 那些选举不了他们的 那就看有多少票 那就反映到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意见 是吧 那这个就是 推动民主进步的 其中一个方法 是吧 就改变了过去 选民在选举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夺取权力 或者保持权力的敲门尊 是吧 当这个选举一结束 这些投票的人 就是 在针板上面的肉 是吧 我说这些都是废话 我觉得 真的是废话 不过 可以刺激一下大家的思考 是吧 好 今天时间就到此为止 多谢今晚 那些留言的朋友 和 supercheck的朋友 我们以后 我们以后 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不要只是我说 大家又可以给一下意见 也可以的 OK 好 节目时间就到此为止 祝大家晚安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1点 9分 拜拜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